那究竟吃了又沒有功效? 中醫師黃晶晶在二月初不幸中招 就真的親身試過了 她當時還懷孕了十四週 收到確診通知 政府也只是叫她留在家裡等通知 未來得及擔心寶寶會否感染 確診當晚自己已經出現病症了 初三那一天有一個低燒 發冷、流鼻水、打黑癡 一些類似中醫所說是風寒的症狀 所以我有一個感冒的清熱蔥劑 她的成分都是一些驅表寒 以及幫助我們將寒邪 驅出體外的一個中藥成分 我看了成分也相對比較安全 就算是孕婦也能吃 除了感冒充劑 當晚她還吃了 蓮花清溫膠囊雙管齊下 開始食用這兩個中藥之後 其實我當晚已經退燒 即是九點的時候發現自己有低燒 然後晚上凌晨兩時起床 已經退燒 其實已經沒有那種很辛苦的感覺 因為蓮花清溫膠囊 以及感冒清熱蔥劑 其實它本身都有退燒的成分 包括一些蓮橋、板藍根、魚腥草 其實它本身都有幫助我們消炎 退燒的一些成分 所以我沒有額外再吃西藥 雖然一晚就退燒和舒緩了肌肉痛 不過她說接著幾天 還有喉嚨痛、咳嗽和黃痰 所以她也吃了四天這些中成藥 不過她身為中醫師 所以懂得因應體質調整份量 蓮花清溫膠囊 裡面含有一個茅黃 本身有止咳平喘 幫助我們驅寒的一個中藥 另外大王就是有一個清熱卸火 還有活血化於藥功效 其實孕婦要很慎用這兩個中藥 所以我比普通正常人少服用了一點 正常一個大人是用四顆一次的份量 我就使用三顆 當我症狀減少了 沒有喉嚨痛的症狀的時候 我就是兩顆一次 我覺得中成藥是適合一些 得不到醫療的幫助 或者本身沒有一些基礎病 即是我們說高血壓痰 或者肝病、腎病 這些類型的輕症病 或者我這些比較年輕 又不是老人家 又不是五歲以下的小孩子 其實我們都建議試試中成藥 黃痰痰用了蓮花清溫膠囊 余太太剛試了金花清錦火粒 試完二月中 她兩個兒子先後確診 之後還傳給她和老公和工人姐姐 一家五口中招困瘦豆 幸好兩個兒子很快退到宵 但是大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其實我們是發燒 喉嚨痛 還有鼻塞 還有很多痰 痰痰到喉嚨 是有些頭不見的感覺 但吸不出來 有沒有吃西藥 其實有吃西藥 但我自己覺得很痠 我是吃了某一隻鞋子的藥 覺得它是全催出來 我睡了一個眼睛 睡了兩、三個小時 開始噴到喉嚨痛得很冷 無計可施 唯有打給看開的中醫師求救 一開始其實什麼都行 因為朋友是寄了一盒金花給我們 但其實很老實說 我吃金花 我跟她的份量 一天吃三次 每次一包其實都還未成功 喉嚨就很痛 痰是越來越多 我就問醫師 醫師教我吃得補份量 那就是好一點 再配上醫師寄來的藥 是真的清淡到一些痰 你說一次過清淡就不可能 我起碼吃了兩天左右 那它就清淡了八成 現在也有很多人說 蓮花清溫膠囊 和金花清錦火粒 是很合理的 是否呢 其實兩條方裡面 都經過很多臨床印證 對這個新冠肺炎相關的症狀 會有幫助 兩條方裡面都是古代的 麻橫石金湯 和銀橋散 裡面的演變出來的 麻石金湯裡面有麻黃 可以開胸化痰 石膏可以清熱、涼血 甚至是退燒、退熱 而銀橋散裡面有金銀花 蓮橋、板藍根 有爐根 有很多清熱解毒的東西 這個蓮花清溫膠囊裡面 和金花清錦火粒的分異是什麼 蓮花清溫膠囊裡面有些大黃 很多朋友吃完就會輻射 肚痛 但其實中醫認為 汗吐、下四是我們治療的方向 其中一個蛤 上面也有清病毒 下面是蛤 也有作用 不過兩種的承藥 都建議大家不要麻木 被我沒有病 先不停吃 吃到可能身體會很虛弱 因為有病就病瘦 沒有病就人瘦 所以應該要經過醫師去鑑定才好吃 余太說這段時間 他不只吃忠誠藥 中醫師還教他用鹽水朗口 在發病的初期 其實你也知道病毒的細菌 都是集中在鼻黏膜和口腔 在我很小時候 我爸爸媽媽教我用鹽水 鹹度多少 就大概好像海水鹹度 大概是1比10度 清洗口腔的喉嚨定 和鼻黏膜 為什麼清洗鼻黏膜呢 可以吸進去 也可以吸進去 清洗口腔有個巧妙 就是一定要養臉 弱到很高 清洗的時候 含了一口鹽水 一定要 當你發出這樣的聲音 喉嚨定就打開 病毒的細菌 就躲在喉嚨定 所以如果你殺不到 很多時候喉嚨發炎 就是喉嚨定開始 另外,黃醫師還說 可以用薄荷藥油 在咽喉附近的肌肉 或者背部的四個穴位 定點按摩 都可以舒緩新冠肺炎 帶來的頭痛和肌肉酸痛 不過正如醫師所說 人人體質不同 無論中成藥或其他療法 最好還是諮詢自己的中醫師 先做就最穩妥了 為了方便病人隔離在家裡 也看到醫生 本地三間大學中醫院校友會 最近成立了一個 中醫遙距診療平台 方便大家找到合適的醫師 透過視像電話問診 現在已經有超過300位 註冊中醫師參加 陳甘因應個別醫師而定 匯方代表說 敢做對診治很有幫助 原來就算是跟新冠肺炎的一個症狀 他原來表現出來 他的辯證都可以不一樣 所以在治療上 其實在臉疹那裡 可能會很重要 中醫師可以透過他不同的症狀 他表現出來的一些 臉色切疹的狀態 來再想一個處方 去處理他的症狀